接下來一個小小的動腦時間 我在做脫離切液實驗的時候 可是不小心有一點點的氣體跑進去了 那會怎樣? 高度會怎樣? 一就不變 二就是變小一點 三就是會變高一點 四就是不一定 有的時候會變多一點 有的時候會變少一點 應該是哪一種? 如果有不小心 有一些氣體跑進去的話 那它會變成怎樣? 自由聲不在 十六 十六齁 不知道 這樣子也可以不知道 如此緊張的問題也可以不知道 有氣體 有氣體 用我們剛才教的 我說的解決方法 你又可以坐下 你怎麼帥啊? 沒答對還可以坐下 這麼好 為什麼我抽不到男生啊? 有!三人四 三人四號 我剛才教過的連通管原理可以解決了 請問你 怎麼辦? 你是說柱子會變短一點嗎? 升不了那麼高嗎? 是喔?請坐 兩位大哥大姐請坐 兩位大哥大姐請坐 大家跟你寫過了嘛 連通管原理嘛 P0加P1等於P2嘛 那脫離切力時間的時候沒有P0啊 因為它脫離切力真通啊 它沒有P0啊 所以說P1等於P2嘛 那如果你有氣體關係 因為有P0嘛 那有P0 那P0加P2等於P就比較小嘛 所以P2會比較短一點 會小於76公分嘛 小於76公分 這就是 那個我們的 這種類似的問題在考試題目會出現 會用一些別的方法來考你 那意思都一樣 記得我告訴過你的話 我們解決大氣壓力 特別是有關於計算的問題的時候 幾乎都是用我教的連通管原理 相連通的同一個議題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畫一條線 左邊等於 右邊 做完 剛才講過了 到天上壓力會變小 在平常的生活範圍內 一般的狀況 因為大氣壓力 大氣的空氣的分並不平均啊 但是我們在一般的狀況內 大概每上升100公尺 會下降0.8公分拱柱高 所以就是上山的時候壓力會變小 也因為壓力變小了 所以你的耳朵可能內外不平衡 所以就可能有耳鳴啊什麼什麼之類的現象 就看一下 考試就可能會這樣來問你說 我的現在的壓力有多大 表示我爬得有多高 爬有多高 這樣我會再提到他一下 忍激一下 100公尺會下降0.8公分拱柱高的大氣壓力 那因為天山上的氣壓比較小 所以呢你這些什麼包裝的東西 搬到身上就會膨起來 因為在山下是一大氣壓 到山上外面沒有一大氣壓 所以他就往外撐 膨脹膨起來 所以會空過 所以有一些在山上的墊會搓個洞 給他在那邊搓個洞 讓他空氣會露出來 然後內外壓力會 他就不會有空起來 他就不會碰出來 這個 你要現在空起來 拿到傷害他又會 又會變回正常 OK 那這就是測量壓力的工具 大氣壓力是我們的氣壓劑 氣壓劑 我們就大部分用水銀做的 應該只有76公分比較容易處理 那還有一個呢 這種呢叫做試壓劑 因為它這種所謂胎壓劑跟血壓劑 它並不是真正量你的壓力有多大 而是量內外的壓力差 他量出來是壓力差 那壓力差 看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 所以呢利用吸壓變化原理 可以做勤語氣跟高度劑 因為要下雨的時候空氣的水分比較多 所以壓力會比較小 立刻會教你低氣壓 會容易下雨 所以我們看壓力變化 喔 這樣講是會下雨 請雨季 高度劑剛才講過啦 每上3100公尺下降0.8對不對 所以可以換算一下 大致上估計一下高度有多高 所以可以做高度劑 可以做高度劑 所以這是大西亞利先測量使用的狀況 OK嗎 好 哪一些應用 比如說可以用吸管喝飲機飲料 其實你用吸管吸飲料 不是你把飲料吸上來 是誰把飲料吸上來 大西亞利 你一吸 把管理的空氣吸走 壓力變小 不然沒有大氣壓 一壓那個水就跑上來 所以太空人能這樣收喝飲料嗎 不行 因為他沒有人壓盤 他沒有人壓盤 因為他吸盤也是不上來 他得用擠的 他用擠 他把那個飲料擠到嘴巴裡去 OK 好 所以 比如說要吸盤 要爆 OK 來 吸盤這件事啊 會跟我們前面問的問題 我那個板差壓黑板有關係 請問你喔 大西亞利在這邊給他什麼力? 給他什麼力? 給他什麼力? 然後呢 然後讓他不會掉下來 那為什麼大的吸盤 可以掉比較重的東西? 小的吸盤 掉得比較輕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這可以就是 跟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壓黑板很有關係 思考一下 為什麼 大西亞利是給他什麼力? 然後為什麼 面積大的吸盤 可以掉比較重 低於小的吸盤 掉得比較輕 吸人吸就是吸嘛 真空吸人吸把東西吸過來 是他一些應用的狀況 看一看 欣賞一下就可以了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最後就叫做 密閉容器的吸盤壓力 老師 溫度比較高 壓力大概比較小 我不知道 你在什麼條件下 來講這句話 如果你是在開營火晚會的時候 在那邊升營火 然後空氣變熱 然後呢 這時候壓力變大變小 難道變小 因為你受熱 空氣就膨脹了 密度就變小 所以壓力會變小 可是如果像這裡寫的不一樣喔 如果你放在罐子裡 密閉容器 特別是密閉容器 體積不會變化的時候 就不一樣喔 好 這個密閉容器 體積不會變 哇 撕乾口 給它烤 給它加熱 那這樣的話 溫度越高 你的氣壓就會越大 因為你的氣體 跑得就越兇 撞得就越厲害 所以體積不變的時候 溫度越高 壓力越大 那假如這個體積可以縮小 可以變大 溫度不會變的話 體積如果比較小 大家碰到重要的機會就會增加 壓力就會變大 壓力變大 密閉容器的情況下 來考慮的 考慮的狀況 所以了解一下 情形就如此 OK嗎 OK 很好 那麼就請各位 寫課堂練習